議員爆料在好心肝事件之後 事實上昨天晚上在大安區的小兒科 也有在排隊打疫苗 那請問一下柯市長是刻意繼續放任好心肝們嗎 我們還是一再呼籲 請柯市府 也就是台北市政府 包括這個市長副市長 能夠查明清楚 給大眾一個交代 因為現在大家都防疫 防疫如同作戰 那在作戰的時候 如果沒有按照SOP就會亂了套 而且會影響到民心士氣 然後對大家防疫上面對政府的信任 政府不只是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也是一樣 所以我們呼籲說台北市政府能夠盡快查明 不要讓特權介入 尤其有一些基層診所 並不在台北市政府所公布的施打名單裡面 為什麼他們會得到疫苗 那到底是因為私人的因素 還是因為有縱容或是放水的因素 如果沒有查清楚的話 這很容易造成大眾的疑慮 因為我可以看到 那麼多人的因素 如果是我們可以看出 那些基層的那些基層 我們可以看出